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最近这几天太平洋高压逐步的增强 各地的水汽减少 只剩下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 还有北台湾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而已 那么礼拜五大致上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只有中午过后在北部跟东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午后震雨 其他地方一整天都是相当稳定的天气 也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真的是非常的炎热 好那么从周末假期开始 水汽就渴望逐渐的增加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也有机会开始下起一些午后震雨了 所以提醒大家周末假期各地下雨的机会会明显的增加 大家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季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在目前台湾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边缘的影响 天气是稳定许多 那么南风也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正远 好那么另外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 是山山台风 那么接下来是朝着北方往日本的方向前进 所以对台湾来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倒是如果您是最近这段时间要前往日本出差或旅游的话 就要多加留意天气跟航班的讯息了 好那么至于在接下来台湾的天气呢 主要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 南方带来的水气会略微的增加 所以中午过后呢 午后阵雨的范围跟规模都会略微的扩大一些些 连中南部地区呢 也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展起来 所以提醒大家周末假期呢 午后阵雨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好我们进门来看一下 礼拜五呢是山区 还有呢大台北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阵雨 礼拜六礼拜天呢 下雨的范围跟规模会略微的增加 不过呢大致上来说 未来这几天呢 都是以中午过后午后阵雨为主的降雨形态 所以提醒大家哦 中午之后呢 如果你是要前往山区 或者是户外活动的话 听到雷声要赶快进入室内 会是比较安全一些了 再回来关心一下温度趋势的变化 可以看到呢 在北台湾 接下来这一周还是相当的炎热跟闷热 高温都是来到33度到35度 中部南部地区呢 高温是来到了31度到33度左右 都还是相当的闷热 那么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 也是来到32度到33度 全台湾都会维持热红红的天气 好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刚刚提到了 大致上来说都是好天气 只有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有大台北地区呢 中午过后会有些局部的午后阵雨 周末假期呢 午后阵雨的范围跟规模会略微的扩大一些些 连中南部地区都有机会下雨的哦 所以提醒大家 周末假期外出都要记得期待一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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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